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斗企鹅工作室联合出品 广播剧《帝王攻略》第二季 第十二期 小云 我在 你怎么样 没事 外头怎么样了 还在打 不过我们已经快赢了 最时明晚 便能得上行装 那就好 你 你做什么 这班子是皇家信物 别闹 不是给你的 给小满 告诉太夫 她是出家的人 小云 不准胡思乱想 你不会有事的 好不好 带我 回西南 好 好 我带你回西南 哪里都不去了 我们这就回家 你没事吧 胳膊疼不疼啊 好像脱臼了呀 你放开我 那要看楚皇愿意给什么 朕是天子 使唤一个边疆王爷怎么 西南王要去王城 须向哪位大人报备啊 段白月 你要活久一点 你放心 有我在 无人敢害你 你是大楚的皇帝 身后还有江山社稷 这江山是我的责任 你才是我的牵挂 你才是我的牵挂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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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无论去哪儿 我都陪着你 早至今日 我便不该给你拿玄冥寒帖 与你无关 皇上是我自己当初硬要抢来送给白月 却没想到 有一天会伤及皇上的性命 回来了 哥哥的剑在这儿 我替他捡回来了 先放到你房中吧 这剑伤了皇上 这纸还是别让他看见了 皇上怎么样了 玄冥寒帖的阴寒之旗 几乎冻住了伤口 也冻住了心脉 我真不知该怎么医治 温大人方才已经书信一封 让凤凰带去染霜倒了 只希望皇上 能等到鬼守神医 想办法用内力将其逼出便是 我今晚替皇上疗伤 我先前从未听过这个法子 不行 你先前没听过 是因为你先前没遇到过我 我还能害皇上不成 那前辈昨天为何不说 因为昨日皇上的情况 并不像今天这么糟 我想着或许可以有别的办法 能更稳妥些的 可是 九殿下 九殿下 出了什么事 快 皇上 皇上他吐血了 什么 醒醒 小渊 小渊 皇上 去烧些热水 快 还有救 师父 傻小子出去 师父真有办法 我 带他回去休息 前辈 我要做什么吗 去外头守着吧 别让任何人靠近 我那傻徒弟若是醒了 就交给你照顾了 前辈疗伤需要多久 明早便能成 在这之前 谁都别近了 晚辈记住了 多谢前辈 出去吧 早知会有今日 为师便去和姚二的教书先生多学几个字了 你可得好好的 将来庆功之时 莫要忘了给为师多敬一谈好景 怎么样了呀 叶瑾大哥 师父先前说的 是过一夜吗 再等等吧 可 天都亮了 不然偷偷去看一眼吧 这一夜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实在是担心 也好 就看一眼 前辈 前辈 师父 师父 您醒一醒啊 怎么会这样 师父 师父 我就知道 哪有什么用内功逼剑气的方法 师父 王爷 这是前辈留给你的书信 徒儿白月亲戚 徒儿身中天蚕现实为师就想着 何不用内力将其逼出 引到为师身上 只是还未严惩新法 楚皇便已经找到了天尘莎 救了白月的性命 本以为此生再也不会用到 差点没练完 好在为师运气不错 南海开展之前 终于修得此法 今日便用上了 今日便用上了 为师一生无牵无挂 唯有你二位徒弟 愿以毕生修为 清囊相守 无有保留 只是看不到 遥儿娶妻生子之日 为师略有遗憾 无妨 无妨 白月啊 带到南海战事中了庆功之日 莫要忘了给为师 天上一壶好酒啊 难莫邪 爹爹 你不是说前辈功赴邪门 经常三不五时 就会去坟堆里睡个几年几月的吗 没有兵士停尸 要如何再行 可不是随随便便埋在土里 就还能再出来的 况且 这回不必先前 还有皇上所中的毒 只怕 兴州岛上 会有兵士吗 锦刘怀 他不是号称小飞鸾吗 他一定知道 兵士 有有有 没有没有没有 到底有还是没有 没有兵士 有兵关 也是韩玉所致 就在兴州岛上 兵关也行啊 快儿 只有三日 三日之内 必须要拿到兵关 那还等什么 接着打呀 放箭 师父 徒儿去给你报仇 哥 你得见 多谢 这是 传说中的菩提心经 或许吧 普天之下 也只有南魔邪的徒弟 敢惜得这门功夫 王爷不会有事吧 没事儿 他只是心里太压抑 此番啊正好杀敌发现 不过段兄绝对不会滥杀无辜 放心就是 你 你想做什么 杀你 带我回去 我有话要说 想见皇上 对 你带我回去 我能让他 让他一同难养 让 还小渊的一道 这是 还师父的 哥 拿着 什么 走吧 去找兵关 哥 大楚赢了 是西南王和大家一起打赢的 你 你可以放心了 差不多 便醒来吧 哥 你醒了 小姐 小姐 他人呢 他人呢 战况如何 你躺好 不许动 你放心 我们赢了 他就快回来了 我想见他 见沈将军啊 小姐 好吧 段白月可能要过一阵才能回来 为何 因为岛上有这么多漂亮姑娘 秃头正乐不思蜀呢 你还是好好躺着吧 小姐 他们去找兵关了 是为了再将南前辈救回来 什么意思 南前辈以命换命 将玄军含铁的毒性 转移到了自己体内 我们都被骗了 以为他当真会什么内功逼毒心法 早上发觉时已经 啊 不过仙翁说了 三日内玄得兵关续命 也许还有苏醒的可能 啊 段白月 我先出去 你醒了 楚相死了 沈将军 还在清点战后之屋 一会儿过来禀报 星舟不算小 上头又有不少机关要拆除 我 别哭了 对不起 男前辈的 师父没事的 没事的 你好好的 别哭 快点把身子养好 我听萧锦说 你去找兵关 找到了吗 嗯 找到了 师父每次停了呼吸后 都会在西南府的兵室中安放一段时间 而后再入土下葬 这里的兵关与兵室一样 都是韩芸之称的 再过几日 鬼首前辈便回来 师父都没有喝到咱们南海清宫的酒 他不会甘心就这么走了的 好 大前辈醒了 我一定在王城修一处大宅子 请西班子吹锁那敲锣骨 天天给他摆高台 那太夫大人要被气死了 就从这个也一定要将师父摇醒来啊 哦 还有一样东西 我在楚相老巢中找到的 啊 这是什么 藏宝图 这是 传闻中沈家的那半张藏宝图 为何会在楚相手中 先前也没料到 居然会在星州找到此物 当年沈家先祖沈柳 与朝鸭岛人 将黄金岛上的财宝封存后 绘下了一张藏宝图 各取一半 这才害得朝鸭族人自相残杀 惶惶不可终日 却没想到另一半就在这里 沈盟主托我转告你 说航海图是沈家先祖所会 不过日月山庄在建立之初 便不想再有这段往事省上关系 所以 你只管收着便是 也好 替我多谢他 这么不客气 黄金岛上那批财宝想要吗 为何不要 打完仗国库亏空挣缺钱呢 赶紧去弄个传托来 好 那交给我便是 你只管每日躺着 等着鬼手神医来 鬼手前辈 皇上怎么样了 皇上已无大碍 是家师将寒气 全部引到了他自己身上 可家师也因此一睡不起 只有暂时安放在冰关中 还请鬼手前辈出手相救 你师父所练的功夫自成一派 金脉走向于常人迥异 不过也是幸好如此 玄冥寒铁的剑气已被化解了七分 至于余下三分 便只有看老天爷的安排了 这瓶药丸 每隔十日给你师父为父一例 莫要忘了 这是 若这回还能行 那扶下这药丸后 能治那每隔数年便需炸死疗伤之症 唉 地下阴寒 能不去 还是不去为好 我懂了 多谢前辈 我去送便好 你在这守着吧 嗯 多谢孤主 前辈这就要走吗 皇上与南前辈的伤 有你在便足够了 傻孩子 现如今天下第一的神医 是你 不是我 前辈说笑了 我可没说笑 你天资聪颖 又心地善良 这江湖中有你 是苍生的福气 那南前辈的伤 当真就只能这样了吗 唉 心里若有牵挂 就不会一直这么睡下去 那可是难磨邪 旁人都是靠大夫 从小鬼手中抢命 他却全凭自己与元王打架 回回都赢 还从未输过 嗯 我该走了 这仗打完了 追影宫的人与凤凰 我可就都带走了 将来若有空闲 再与沈盟主一道 来染霜岛上做客吧 一定 放心吧 无论是皇上还是南前辈 己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 你可是天下第一的神医 这世间有无数人等着你行医问妖 祭师救人哪 真是自然 我神医的招牌 总不能砸在自家人手里 走 抓药去 好 明日便到关海城了 我们快到家了 还记得刚开战时 南海一片死寂 到处是浓浓的迷雾和岛礁 看得让人心烦 叛军已除 南洋的百姓此刻 一定都想见大楚的皇帝 好好感谢一番 大楚的皇帝有什么看头 换我 就看看传言中 有皇后命的边疆王爷 说得也对 乏了 可要回去睡一会儿 整日除了睡便是躺着 神都要傻了 不过傻就傻吧 正好 不用当皇帝了 太傻也不行 回了西南 毕竟还要生活 洗米做饭是少不了的 做梦 都不当皇帝了 洗米都不行 想都别想 等回了王城 朕就下旨 将西南王贬为庶民 你都不做皇帝了 我要这西南王的名号有何用 等你养好了伤 咱们一同做个平头百姓 岂不快在 那西南府怎么办 交给瑶儿便是 那小子长大了 该学会自己操心了 不许欺负瑶儿 偏心 你管我 你管朕 等到了大楚 先同我回一趟西南吧 我们把师父送回去 金婶婶想见你 小满也在等你 好 我们一起 金婶婶 皇上和王爷回来了 回来了 快快快 快去城门口迎着 车马已经到王府大门了 那怎么不早通通一声啊 婶婶不必那么客气 朕自己进来就是了 老身见过皇上 皇上这一路累了吧 快快回房歇着 都让人收拾好了 朕想先送南前辈回兵市 想去后山呀 那可不成 后山还有个瑶儿的百虫洞 都是湿乎乎的毒物 你受了伤去那里不合适 是 听沈沈的 我将师父送往兵市后 便来陪你 谁要你陪 将师父送往兵市后便来见驾 快去 沈沈带你去歇着 这王府后面都是山 特意捣持了一处辟定小院 给你住着 见过皇上 小满 小满 都是早些人 都是早些年被宣召进宫的 比我年纪大 比我有势力 也比我有人脉 早些年朕不知有你 皇位人人都想要 最终却只有一人能得 只要身体里流着楚家人的血 想要坐上这个位置 便只有靠自己抢 懂吗 所以进宫之后 你不会管我 义父也不会管我 对不对 你可以留在西南府 按照你娘亲的意思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一旦下了决定 再想反悔便来不及了 所以朕不会强迫你 我还是要进宫 但我想让娘亲留在西南府 你要独自进宫 宫里若有危险 我暂时还保护不了娘亲 好 你还有什么条件 一次说出来 朕都答应你 那我要认识沈将军 还有温大人 好 朕晚些便介绍你们认识 师父 我和小元来看您了 想睡便睡吧 咱们西南小 庆功酒喝不上就算了 可王城那顿就别睡了 否则若是错过 想补都找不到地方 师父 差不多便醒来吧 否则等过了三五年 太夫大人告老还乡 你再想弃他 还得专门跑去杭州 陶家老宅里头找 这冰势极寒 以上才好不宜久待 师父他老人家 听见咱们说的 一定会早上醒来的 也好 朕便在王城摆好酒席 给师父接风洗尘 走吧 大楚赢了 大楚赢了 那还赢了 咱们皇上可真是了不得啊 不只是皇上 还有西南王 沈盟主 叶神医 各个都是鼎鼎大名的英雄 那最新的西南王秘史 新编新传的 不要钱 官府给发 来本 来本来本 真是痴情啊 快快快快 发完这次就没了 绝版了 赶紧去见上瞧瞧 御家进城门了 本王一定要做 王爷莫要为难奴才了 一定要做 王爷请 可这轿子上面 除了朱花就是喜莲 还香气弥漫的 你们饶了本王才对吧 奴才叩见皇上 欺负人呐 你吩咐他们找这点软轿台 我出门呐 行了 先下去吧 自己不在他们搞错了 朕可不是故意的 哎 累一天了 伤还好吗 你也就仗着有叶谷主 不把自己身子当回事 没办法 总要当个好皇帝 才能心安理得 让边疆王爷交奢盈役 怎么 想要白玉的凉亭 还是香满宝石的大床 嗯 感觉你有心事 太父大人辞官了 一大把年纪 回乡养养种地也不错 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父皇在临终时 将我托付给了太父大人 又逼他发下重视 如今我却执意要退位隐居 还要同你回西南 既是由父父皇所托 便只有挂印词官 才能勉强将此事了结 心里不舒服 算不上 太父答应会留在王城 来喝一杯庆功酒 这不挺好 事解决了 对了 最近有男前辈的消息吗 让一让让一让 你这老乞丐 别打着我看皇上 皇上和西南王的御驾 今儿要庆贺南海大集 走什么开 你能看皇上我看不得 来了来了 这副盛况 真想让师父瞧瞧 金婶婶说师父诈尸了 什么 你为何不早些告诉朕 师父只留了张字条 根本没回府中 我哪敢乱说 去 求你这老头怎么回事 吐我一声瓜子渴 跟我来 这大冷天的 要做什么 来了就知道了 到了 这么多花灯 你弄的 像不像你我儿时出狱的景象 我 早就想送你 虽说宫里比不上外头热闹 可花灯是一样的 还没人打扰 多谢 我不过随口一说 下回别再费心准备了 不止花灯 还有别的 还有 都是送给我的 喜不喜欢 你送我的 如何会不喜欢 只可惜啊 钻不住藏不了 还要与全王城的百姓 一道共享 大气一点 看个焰火都要私藏 将来西南王的史书 可不好写哦 恭喜你 这江山太平 终于得偿所愿 不是真的 是我们的 这些年 多谢你 儿臣参见父皇 儿臣已将异族大军逐出西域 还一方百姓安康 快起来 此战打得甚是漂亮 不负你义父的教导 朕放心 朕放心将这万里江山 交托到你手中了 闻爱卿 替朕你一道册封旨意 即日起 爱卿便领任太子太傅一职吧 是 微臣领旨 儿臣叩谢父皇 闻太傅 闻太傅 当真要发抄吗 晚来一刻钟 便要多抄二十遍 可我才沙场浴血归来 即便战功赫赫 那也不能免 是蟲 太傅大人怕蟲啊 我可不是故意的 太傅大人莫怪 词冠 本相要词冠 一只乌头虫而已 又没毒 当年我也经常往夫子杯里丢 都跪了一个时辰了 让他起来吧 还好意思说 就是你教出来的 若是将温爱卿下出好胆 你便与那棵树一起去冷宫待着 好好好 你继续看折子 让那小鬼继续跪着便是 两个时辰太短 不如跪一夜如何 若总是如此顽劣 让朕如何放心将这江山教育他 以你的性子 倘若真不放心 如何会钦封太子 不过你瞧啊 你披折子我教育太子 听着还真有几分寻常人家过日子的架势 寻常人 谁会披折子训太子 那叫反贼 小满曾问我 当皇帝到底好不好 你呢 怎么回答的 当皇帝其实挺好的 万人之上的位置 若是不好 又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打破头想争 嗯 然后他就又问你 既然当皇帝这么好 为何还要退位 对不对 你果真了解他 我一手教出来的 自然知根知底 做皇帝固然好 可是有些人有些事 比皇位更重要 如今太子已立 朝局安稳 朕前半生已是刀光剑影 这后半生 总该咸云也鹤自在逍遥 方才不负此身嘛 想好了 当真舍得 有何舍不得 早就说了 这江山是我的责任 你才是我的牵挂 传皇上旨意 今太子已立 恰海内四境安康 百姓何乐 故朕决议传位于太子淮西 改国号天河 倾此 这都不贷 真做的 真做什么 诸位大人 太上皇已经离开王城了 这里面坐着的 可是咱们如今的皇上 诸位大人可别换错了 皇上 外头的大臣您不见吗 这是父皇的意思 臣听闻 西南府的船队是从关海城出发的 像是要去哪出海岛 冷不冷 不冷 明日教你酿酒可好 飞侠吗 你最爱的酒 你知不知道 酿酒的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买坛子 坛子有家丁去买 不过米要自己洗 那你还是自己去酿吧 朕才不行 都退位了 还自成朕啊 那我也不洗 飞雪 皇上说什么 那处海岛叫飞雪 据说岛上亭台飞铺 巧夺天宫 奇花异草美不胜收 是人间仙境 先前 朕在西南的时候 经常会帮义父酿酒 他喜欢雪幽 可最常酿的酒 却是飞侠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派人送往王城 风起之时 满街都是酒香 所以皇上才喜欢 朕可没喝过 义父的飞侠 此生 都只会酿给那个人 此生 都只会酿给那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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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不唤这缠绵 夜半终身有缘 困于山边 铁甲沾双人无眠 恰好风春乐夜 恰好的满园 三千金丝绕之间 此生远逢上 地也千古未平 从来是沙发过绝 只愿见你微醋的眉眼 等古风尽的眉眼 目就已走远 某些故事不必留意比肩 别看向我暖一无边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